这是超越甲斗最丝滑的变身 同时这也是真男人使车 以及一重语言虫真相的揭露 经过上次的战斗过后 虽然天道变身超越形态 以一脚超越板 骑士踢 轻松带走褪皮的一虫 然而随着战斗的落幕 尽管天道拥有超越昆虫仪 并得知小旭安全的线索 可对于小旭所在的时空 天道依旧是充满困惑 并且更让他困惑的是 在他回家的途中 他突然遇见神秘的人物 告知他停止收集昆虫仪 骑士的使命是打倒一虫 让天道误解是组织的人 好在此人并没有恶意 直言这样行动的原因 红样是位天道重要的人 说完后此人归还昆虫仪 随即离开天道的区域 紧接着天道返回家中 这是离开组织的莲华 出于对组织犯下的过错 再加上沉迷天道的美食 便主动拜天道为师父 然而同样喊师父的人 还有想要昆虫仪的影山 不料两人刚拜试骗课 两人搞坏物品的行为 很快引起天道的反感 致使天道把两人赶走 谁料赶出家门的两人 开始吐槽起对方的过错 随后两人直接扒起往事 搞得影山本来就不开心 又因为昆虫仪突然破防 片刻后天道来到餐厅 意外看到修一的凶响 实在太影响餐厅的声音 只好示意让修一离开 并且在选人到店帮忙 不曾想莲华以及影山 依旧执着地赖上天道 天道见状只好公平处理 用厨艺决定两人的去留 经过数分钟的烹饪后 影山端出高端的料理 很快获得天道的夸赞 与此同时执着的迦赫美 依旧想要给神代剑帮忙 出于对迦赫美的热心 神代剑拉着迦赫美 体验神代剑高贵的生活 搞得迦赫美很不耐烦 这时神代剑拿起宝剑 表示没有昆虫仪的帮助 也能够斩杀众多的一虫 致使迦赫美更加崩溃 到底要不要拿回昆虫仪 随后迦赫美找到天道 但迦赫美开始犹豫不决 可天道表示有超越昆虫仪 依旧不会放过迦赫美 而听到这番话的迦赫美 瞬间点燃愤怒的情绪 然而在迦赫美离开途中 迦赫美刚好遇见影山 希望迦赫美能劝解天道 可迦赫美正在气头上 片刻后迦赫美来到组织 却收到一项奇怪的任务 因为平常只要解决一虫 今日却是在一虫进攻前 保护照片上的人类大无 很快迦赫美抵达现场 并且发现保护的目标 即将遭遇一虫的威胁 好在迦赫美及时出手 谁料大无知道她的身份 经过几回合的战斗后 迦赫美变身骑士的姿态 此时大无注意到一虫 袭击不远处的人类 无奈的大无只好上前 以圆虫的本体进行保护 不料一虫的数量众多 大无很快陷入谷战 接着大无向迦赫美求援 但迦赫美搞不清壮谎 紧接着大无开启爆甲 以一波华丽的贴脸输出 再衔接华丽的声势化 迅速远离迦赫美的区域 与此同时做饭的连华 做出一份失败的料理 可尽管影山胜券在我 但天道依旧让连华胜出 因为影山做出的美食 其实是偷偷搞的外卖 致使影山悲愤地离开 然而影山刚离开片刻 利奈主动找到影山 直言帮影山夺回昆虫迷 前提是杀照片上的人类 并且此人是一重的身份 影山可以随意地出手 随后影山转身找到大无 准备向大无开枪射击 不曾想再不组织的人 早已经暗中布下陷阱 好在影山早已经历苦难 伴随着求生欲的爆发 此刻影山猛烈了火力 很快把队员们击倒在地 正在这危机的时刻 大无为唤醒疯狂的影山 只好尝试说气组织 伴随着影山说完此话 影山突然间找回出心 不料正在这关键时刻 组织的人拿起武器 直接向影山开枪射击 并且正在同一时间 利奈突然出现在前方 随即命令众多的同类 和组织的人攻击影山 经过数秒钟的挨打后 趁着影山挨打痛心 大无逃离异虫的区域 与此同时悠闲的莲华 主动帮天道拿起物品 致使天道说起放空双手 莲华也当起甩手掌柜 这时大无找到天道 直言骑士不打倒异虫 他们原虫就会陷入威胁 同时大无也指出小旭 也是他们原虫的一员 了解更多真相 天道立马变身援助大无 但一虫的数量实在太多 两人只好向高处转移 好在几回合的战斗后 随着天道进入报价状态 以装甲解决不少的一虫 然而正在同一时间 大无也受伤变回原形 此时抓到莲华的一虫 想要用莲华威胁天道 但天道沐浴太阳的光辉 直接驱动起超越昆虫仪 并变身为超越甲斗的姿态 正在战斗结束的同时 大无眼见情况不妙 随即逃离天道的区域 与此同时悲哀的影山 已经走向地狱的边缘 正在这危机的时刻 好兄弟使车及时抵达 随后使车带着些许期待 以一波华丽的连续踢击 很快撂倒组织的队员 并示意影山继续笑话 但影山已经笑不出来 紧接着面对众多一虫 使车变身骑士的姿态 一脚踹倒其中的一只 致使一虫们感到害怕 伴随着战斗的华丽落幕 使车邀请影山堕入地狱 但影山表示 已经是最惨的地狱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 使车在交出昆虫仪的同时 示意影山当他的弟 接着两人在黑暗中前行 并正式化身为地狱兄弟 紧接着两人同时完成变身